数以英零式这是一个二次函数的问题 二次函数也是在高中里面蛮常见的蛮重要的提醒 我们先把他的资讯先画在坐标轴 一开始呢他说这个函数他已经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的这个二次项还有常数项 所以我们才知道他会通过0三分之一 那开口是向下 另外呢他说两个焦点都介在负1跟1之间 好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对他开口向下介在负1跟1之间 所以他其实也不能够乱动 对那开口的大小其实也已经定好 所以他的行动范围大概就只有这样子 或者这样子类似之类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去解读一下这句话 这两个焦点都要在负1跟1之间 那其实怎样呢 其实如果你今天带负1的时候会是负的 带1的时候又是负的 可是我们都知道0是正 你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特性呢 他就可以保证怎样 对就是有点很像堪根定理 对就是这里一定有个焦点 这里一定有焦点 那二次顶多就两个焦点 他就可以保证负1跟1里面就有两个焦点 好那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概念呢 化成不等式 就是说第一个带负1的时候要是负的 所以带负1进来 就说F负1那我们就会得到的是负7减A加上三分之一 我们希望它小于0 那所以我们一项之后呢就会得到A 这时候就会大于A大于三分之负20 好那另外一边F负1再进来 然后负7加A加三分之一 小于0 那负A大于三分之负20 所以再多一个变号就变成A小于三分之二十 所以A只能在这个范围 那三分之二十跟负三分之二十 刚好是这个是六点多 六点多 所以六点多这是负6点多 所以A的范围呢 就是从0到1到最后到6 那这到负6 所以总共就有13个数 所以这题的话 就是我觉得这题也是有点灵活 就是说你要去解读一下 两个焦点在负1跟1之间 要去把它解读成这个意思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不等式的处理